这部是FUCHIKA的AUTO7 自动对焦,38mm,2.8光圈 它的操作很简单,就是开机 看到红点,开机,拍照 这个是闪灯,这个是自拍 这个是转动FUCHIKA的速度 买了8度就有8度,200就有200 400就有400 简单,这部没有日期盃 纯粹拍照 这样就放菲林进去,这里可以打开 这里有一个UP位 按住 它的功能就是 拉起来 拉起来 到前面 可以长一点 这里是对上小格 小格子 然后就把这个 放进去 OK 可以了,把它放进去 先放进去 平时 OK,应该了 它底下呢,它就会卷进去 好,就是这样 现在就可以开始拍照了 拍照呢,它有对焦尺 我告诉它,它对焦的位置在哪里 那当然啦,其实通常都不会看的 就是顺序的 那,这个就是SELL TIMER 那我们开个闪灯 那我们开个闪灯 那闪灯就需要充电 好,就充电了 OK,那充电了 那我们又开一下SELL TIMER 好了 那我们又等另外一下 另外一下的闪灯 直接进去 OK,就是 基本上呢 它的功能 都已经试光了 那我们关掉了 闪灯 省电 就拍照 一下一下 一下一下 你会看到它的 镜头呢 有前後 这个呢 就是一个自动的对焦 這個動作來的 OK 差不多到尾了 我們再按一下 OK 因為捲是24架 去到粉底 它會自動回捲 它會捲完筆 OK 它會捲完筆 捲好進去 基本上所有東西都是試完 這部機器就OK 外形OK 不過 它有個問題 就是這個菲林蓋 它原本有一個底蓋 那就是沒有了 運到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很簡單 這一種就是3M的電線膠布 是一個中強的黏力 兩顆不芯電 它在這裏 令到它連 相連 那 就 普通 還有用簡性電 不要用充電 因為充電 因為充電的電壓是不同的 然後 然後 吸收起來 連接 又可以操作 那 當然 這塊膠布 穩固 穩固 你看到我試完一同菲林 都是穩固的 如果你覺得不穩固 如果你覺得不穩固 就用你的方法 連回去 當然 這是一個缺失 所以這部機器就會便宜 我不說 整個操作 都是很順利的 那這裏就關機 就是這麼簡單 好 試完